好,朋友们,那我们继续来讨论我们的例题 在讲例题之前,老师先问大家,大家对单位的转换熟悉吗? 还可以,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几个单位,一个是长度单位,一个是重量单位 对于长度单位呢,我们说从克到千克是迹进制 是不是迹进制,一千千克等于一千克,对吧? 其实你看,它这个一千千克等于一千克,是不是也是一个改写啊? 只不过是把这个三个零改写成千了,对吧? 好,这是重量的,那除了重量的,咱们比较熟悉的,那就是长度了 一百厘米,一百厘米,一百厘米等于一米,对吧? 中间,当然了中间还有一个分米,分米是实进制的 十厘米等于一分米,十分米是等于一米啊 那个我们不讨论啊,关键是我刚才看到有同学老师在讲那个平方公里的时候 平方千米的时候呢,没太听懂啊 我来告诉你这个千米啊,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千米也是一千米等于一千米等于一,我擦一擦啊,这个写的有点错了啊 一千米等于一千米,是吧? 啊,也是一个简单的改写,呃,那么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那个平方,平方米跟平方千米之间的进制不太了解,对吧? 那我们来想,平方米是什么? 平方米是什么得到的? 是米乘以米,是不是得到了平方米啊,米的平方 那所以,同学们来想,那千米呢? 千米是不是就千米乘千米,就是千米的平方 那千米乘千米等于千米的平方 那一千米乘以一千米,是不是应该等于一千米的平方 对吧? 你要想知道,平方米跟平方千米之间的转化,那你就把这个千米变成米就可以了 千米变成米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一千米乘以一千米 对吧? 而一千米乘以一千米,那不就是一六个零,米乘米,米的平方吗? 所以一百万平方米就等于一平方千米,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那按照这种道理,老师来问大家一句啊 你说这个平方米米和平方米,它之间的进制是多少? 选对了吗? 按照老师这个道理就很容易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想从厘米到米 大家看啊 我查了重新写一个吧 一米乘以一米,是不是应该等于一平方米啊? 对吧? 你要转成厘米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一百厘米 乘以一百厘米 是吧? 而一百厘米乘以一百厘米的话,那左边 现在转成这个了,是不是也就是一百乘一百 是不是也就是一万 厘米乘厘米,是不是就是厘米的平方啊? 对吧? 所以我们说一平方米,是不是就等于一万平方厘米啊? 现在会转换一几点了? 好了,那么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啊 咱们来看看我们的啊,例题 实际上我们例题还没有我们说的难的啊 好,把这个清空一下 先读读题目 一万张复印纸落在一起的大约高九十厘米 那么一千万张复印纸落在一起大约高多少厘米 和多少米 十亿张复印纸落在一起大约高多少米和多少千米 好,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个纸的厚度了 一万张才厚九十厘米 九十厘米差不多是不是也就这么厚啊? 你伸开你的双臂好像你的一只胳膊就差不多九十厘米 一只胳膊就差不多九十厘米 有那么高 一千万张呢? 多少倍啊? 那是一万,这是一千万 这就是一千倍啊 一千倍就是啊 那高多少厘米啊? 太简单了 直接用九十是不是乘一千就可以了 九十乘一千的话那就是九后面带 一二三四 是不是四个零啊 所以九万厘米 九万厘米约合多少米呢? 厘米到米我估计这个都没有人错 是吧 就是去俩零就行了 是不是摆进制啊 所以应该是九百米 好,第二个问号出来了啊 第一个第二个 下一个 十亿张复印纸落在一起高度大概多少米 你说从一万到一千万吧 扩大了一千倍 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 到十亿 到十亿 是不是就不太能理解了 但是没关系 老师问大家 从一千万 从一千万 到一亿 扩大了多少倍? 从一千万到一亿 扩大到一亿 扩大了多少倍? 扩大了十倍 对吧 那老师再问 从一亿到十亿 扩大了多少倍? 又扩大了十倍对吧? 那老师问 从一千万到十亿 扩大多少倍? 谁说二十倍? 一百倍啊 先扩大十倍 再扩大十倍 是不是扩大一百倍啊? 那这边又有了吗? 一千万的厚度是这么多啊 十个亿 十亿的厚度 是不是就它的一百倍啊? 多少米? 我别问多少米了 太丢人了 多少千米? 数出来了 米的话应该是 乘一百 九万米啊 那千米的话 刚才老师也讲过了 其实它是不是 也是一个数的改写啊? 千米 千三个零 去三个零 加一个字 读多千米 所以应该是九十千米 是这样的吧 好了 第六题 咱们就说完了 好 同学们 第六题呢 我们是一个单位的转换 有了这个单位的转换呢 咱们接下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近似值的问题 这道近似值跟刚才的近似值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 刚才呢 我们是 给你一个具体的数 让你取近似 对吧 现在我是已经有了近似值了 让你找到方框里边 应该填谁 来 咱们来看一下啊 根据四手五入法 方框里可以填起 看第一个 第一个 它直接写成约等于五十万了 直接写成约等于五十万了 那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他把 哎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他直接是不是取到万位了 那取到万位的话 是说明这个以内的都被他约掉了 哎 同学们来想一下 这道线以内的要想被他约掉 那你看原来是四十九 现在变成五十 说明什么 对 说明啊 近伟了 那说明近伟呢 说明这个方框里可以填谁呢 明个填谁啊 好多答案 对吧 明个填 四舍五入 五以上的是不是都可以啊 所以可填的数字应该是 五六七八九 那按照这种道理 那么下一个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约等于四十九万 那约等于四十九万的话 还是到万 万人是不是就四位啊 就到这 四十九万 四十九万 哎 说明后面都没了 后面都没了 那就说明得舍掉 舍掉的话 那也说方框里应该填谁啊 方框里的候选答案有几个 谁说的是四个 应该是有几个 也有五个啊 是不是还有零呢 对吧 好了 那么这就是咱们这道 小小的拓展题 所以呢 通过这道题呢 嗯 刚才把零 六 漏到的同学啊 提个想 好吧 好 我们先销售 我们先销售 字幕 李宗盛